祝尔门尼座室的一座神号,他的博士生讨师Dimitrisma Texas 和根知父Ean Goodfellow,Cooker Brain,The August Assault 也参与了研究,正要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自作注意力生成对抗网络 它能针对图像生成任务,建立一个由注意力驱动的,具备广域依赖性 Long Range Dependency,类比NLP中的长期依赖的模型 在过去,传统选机跟生成高分辨率图像的方法 是对低层级特征图像的局部点数函数计算 但非根可以使用来自所有可征位置的信息生成图像细节 同时保证判别器能见别距离较远的两个特径之间的一致性 此外,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 生成器会影响人的整体性能 所以,Sigun在生成器中,引入普规一化 Special Normalization 思想,并以此提高了模型训练的稳定性 Sigun取得的成果,是STAT-OF-ART的 它在Imaginate数据集上,把Inception Score 初始分数,从人记录的36.8,提高到了52.52 并把FIDF Budget Inception Distance 从27.62,降到了18.65 通过可视化注意力层 我们发现生成器利用的,是与对象形状相对应的领域 而不是固定形状的局部区域 传统杆的问题图像生成,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根提出以来,研究人员已经做出了许多突破性成果 并证明了CNN在图像生成上的成功应用 但这些人都有一个缺点 就是在包含多类图像的大型数据集上训练后 他们无法凝聚区分图像类别 难以捕捉到这些图像的结构、质地、细节等 因此,我们不能用一个感生成大量类别不一的高质量图像 例如非常先进的Imaginate GAN 模型CNN,它只是一些简单的结构特征 就能生成各类图像 除下图所是,它在生成毛发质地上表现出色 但还是没法描绘出动物腿部的倾斜轮廓 CNN,对此,GENHONG等人提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以前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卷积操作 模拟图像互同区域之间的依赖关系 每个卷积操作都有一个局部感受也 Receptive Field 而特征之间的远距离相关性 往往要经过数个卷积层才会显现出来 这就为学习长期依赖带来了困难 如果模型过小 它可能无法学习相关性 有划算吧 在调生时,要仔细写调多层信息 实现难度大 即便调出最佳参数 如果输入模型从没见过的图像 模型的输出很可能会很糟糕 另一方面,虽然增加卷积弧大小感受也大小可以保留更多表示 但这是以新生效率和计算量为代价的 相比之下,自我注意力模型能兼顾模拟远距离依赖 效率和计算量这三个方面,是一种更合适的选择 Figun的具体作法Figun的相关研究 很简单明了 就是Gand和注意力模型 对于这两个非常火的概念 作者在论文中没有多加指数 论志也相信各位读者能从其他地方找到更专业的介绍 Figun不是通过固定形状的局部区域来生成图像 而是利用图像较远部分的互补特征生成一致的对象场景 每一型第一部图上的彩色点表示查询位置 之后几幅图是其相对应的注意力图 Attention Map 图中箭头表示最受关注的区域 那么它背后的数学原理是什么? 大多数基于Gand的图像生成模型都依赖选机操作 但它只适合处理领域信息 在计算远距离特征上效率很低 为了使发生器和鉴别器能更高效地建模更广泛空间内的特征关系 论文作者接见了王小龙等人提出的 NON Local Neural Networks 后者关注的是如何建立几图像上 两个有一定距离的像素之间的联系 Second中的自我注意力模块 表示取证成法 每一行都用SoftMax规一化 两者结构基本一致 XL-R-C-C-N 表示前一个隐藏层中的图像特征 F-X等于W-F-X-G-X等于W-G-X 表示图像特征成上不同权重取证后得到的两个特征空间 B-T-G 是F-X-G-X-S-OftMax后的结果 表示模型和程序区域图像内容时 I区域的参与程度及相关性 把确局空间信息和局部信息整合到一起 其中O等于O1 O2 OJ-R-R-C-C-N 注意力层的最终输出 为了兼顾领域信息和远距离特征相关性 这里他们引入了一个参数 Promot从零开始出实话 为的是让网络首先关注领域信息 比较简单 之后再慢慢把权重分配到其他远距离特征上 简而言之 卷积操作的感受也是有限的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filter别人扩大感受也 但那样做合部场时 为了让生成器和判定器 能提取高分辨率特征 我们可以在某些层能够引入全职信息 让它们能够充分的联系上下文 在第一个算式中 ATJ-R-E计算的是每个点的特征向量 通道个数的维度分内积 保留了空间信息 而故事通道数行通道数大小的斜方插举阵 满足了全局信息提供的要求 至于最后引入参数Gamma 则是希望Zegren能从简单任务学起 慢慢过渡到复杂任务 论文作者在生成器和判别期 中度加入了注意力模块 而且一对抗耸时最小的前期进行了训练 实验及结果在进行实验前 作者使用了两种方法来稳定模型训练 首先对生成器和判别器同时做普归一化 其次在生成器和判别器中使用不同的学习率 他们发现这样做可以解决判别器正则化过程中 学习速度负慢的问题 用普归一化和CTU而稳定训练 他们比较了自我注意力模块和残差模块在版中的表现 这些模块被添加到网络的不同层 整个模型进行了上百万次迭代的训练 实验结果证明 无论是FID还是IS 自我注意力模块的表现都是最好的 下表示SIGM和其他两个STAT-OF-THE-ART-CAN模型 再生成Imaginate图片上的对比 很显然 SIGM的战斗力和AC-CAN-SMJAN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The Inception Score初始分出一项 就提升了42.7% FID也降低了32.5% 进步巨大 最后我们再就动物腿部的细节 看一看SIGM的表现 熟下图所示图像拉索可能影响清晰度 它在还原动物品毛质地上的表现 不比之前的SIGM差 不同的是它很清晰地呈现了动物的腿部情况 还生成了对应的纹理 效果提升明显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